昨天由航天科技集团六院101所研制建设的亚洲最大我国首个火箭发动机垂直高空模拟试验台完成首次点火试验 未来将用于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发动机的研制 此次投入使用的试验台主要用于未来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三级发动机的试验 它可以模拟发动机在真空环境下的状态 并完成持续千秒的点火试验填补了我国液体火箭发动机垂直高空模拟试验台的空白 我们这一次进行了50秒的高空模拟试车 就是出于对我们试验台的整体的状态进行一个全面的考核这个目的 后续试验台投入使用后将为我国重大航天工程提供重要保障条件